台积电的3D封装技术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台积电的3D封装芯片对于世界芯片的发展有怎样的促进作用? 现如今,随着全球缺芯的状况愈演愈烈, 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驻撞对芯片的研制, 以便可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对于芯片技术的突破也在不断突破往前, 并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激烈的芯片竞争中, 其中名气较大的就是台积电、中芯国际和三星, 这也是目前全球在芯片领域发展较好的几家公司, 这几家公司之间一直都有着十分激烈的竞争, 并且是互不相让, 都希望自己可以在激烈的芯片市场竞争中独占凹头。 近日有消息称,台积电即将研发制造出了世界第一颗3D封装芯片, 其内部的构造集成了600亿晶体管, 并且也成功突破了芯片在7纳米大小的工艺和设计的极限。 台积电作为世界上研发和生产制造芯片的龙头企业, 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很多国家和企业的关注, 世界上有很多芯片技术都是从台积电研发并传播到全世界的。 除此之外, 有许多国家的许多芯片企业都希望可以研制出7纳米芯片技术, 但是都未果台积电是全球第一个开始对其生产的企业, 这也体现出了台积电超强的芯片生产能力, 在芯片行业中一直处于领先发展地位。 此次, 台积电宣布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颗3D封装芯片, 这消息一出来就引起了世界各国许多企业和厂家的惊叹, 毕竟在这个以芯片带动各类电子产品发展为导向的年代, 芯片技术跨越式的突破无疑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变化, 因此台积电取得的这一成就立刻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 台积电在世界芯片工艺的发展历程中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存在, 作为一家晶圆代工的老牌龙头企业, 在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之所以台积电能够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 这要得益于台积电在芯片制造工艺方面所掌握的先进技术, 因为其在技术上已经完全突破了7纳米的工艺极限, 集成了600亿晶体管, 这也是芯片技术的又一大突破, 这对于芯片的研发和制造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对于世界芯片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也将进一步加快促进芯片行业的又一伟大革新, 现今的台积电已经开始了对5纳米大小的芯片的研究, 并成功对成果进行了预判, 认为将在两年左右的时间, 将会在5纳米大小的芯片技术上取得质的突破, 也正是由于台积电拥有这样的技术和产品, 所以使其生产出来的芯片在全球一直受到广泛欢迎, 这也使台积电在全球树立了很好的扣碑, 这对于台积电的发展来说将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那么台积电为何生产3D封装芯片, 其有怎样的作用, 将为芯片带来怎样的发展? 确悉, 虽然台积电正在对5纳米芯片进行研制突破, 但是由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芯片企业仍然处于7纳米 以及十几纳米的芯片研制阶段, 因此在技术上比台积电落后很多, 并且这些国家对7纳米芯片的需求十分巨大, 因为很多电子产品也需要搭配7纳米的芯片才能够完成装载, 所以台积电在看到了这一市场需求, 于是决定对3D封装芯片进行研制, 以此来帮助这些国家突破7纳米芯片的限制, 经过不懈的努力才成功设计并研制出全球首款3D封装的600亿颗晶体管的芯片。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台积电在芯片技术上确实具有超高的造诣和超强的技术, 这才使台积电可以在3D封装芯片上取得巨大成就, 并通过3D封装芯片成功完成了对7纳米芯片的终极制造, 在设计和制造上也将7纳米芯片做到了极致。 因此,对于台积电此次取得的突破, 有分析人士就指出, 此前人们的研究已经到达了极限, 根据数据表示7纳米芯片工艺已经达到了物理极限值, 想要在极限值的基础上对在工艺方面有所突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台积电却另辟蹊径开通, 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突破了这一技术壁垒。 台积电通过探索与发现, 认识到可以利用3D封装技术大大提升芯片的性能, 从而可以在芯片技术上取得新的发展和突破, 因此才能研制出全球首颗3D封装工艺制造的600亿颗晶体管的芯片。 这一巨大突破也将会对世界芯片领域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和带来至关重要的影响。 此外,据消息称, 英国一家企业就搭载使用了台积电制造的7纳米3D芯片, 其在使用了3D芯片后发布了一款IPU产品BOW, 其速度和性能瞬间提升了40%, 发挥作用的就是其内部所存在的600亿晶体管, 这对于产品性能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也可以看出台积电此次所制造的3D封装芯片, 为电子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 台积电此次研制出的3D封装技术, 其实就是一种整合芯片的封装技术, 由台积电和谷歌等公司共同测试开发, 而谷歌也将成为台积电3D封装芯片的第一批客户。 关于3D封装技术, 就是指在不改变封装体尺寸的前提下, 在同一个封装体内, 在垂直方向上叠放两个或者更多芯片的技术。 相较于传统的封装技术, 3D封装技术缩小了尺寸,减轻了重量, 还能以更快的速度运转。 值得一提的是, 3D封装技术的主要功能就是, 完成电源分配、信号分配、散热和保护等任务, 而随着芯片技术的不断发展, 推动着封装芯片也在不断革新。 对此,有专家指出, 一颗芯片的性能提升,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艺制程上的进步。 但随着工艺制程越来越逼近物理极限, 摩尔定律逐渐失效。 但是,此次随着台积电在3D封装技术上取得的巨大进展, 这也将为芯片的生产提供了巨大的助力, 并有着积极重要的促进作用。 因此,此次台积电在3D封装技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也是新的技术革命。 这对于芯片领域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引领作为, 这对于世界各国的芯片企业 也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将会促使世界芯片企业在芯片的发展与探索上 有了更清晰的方向, 知道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 来解决当今世界各国芯片企业面临的问题。 这无疑将会极大促进世界各国芯片企业 取得更大的发展。 随着台积电在3D封装技术上取得了飞速发展, 这对于世界芯片行业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这也将会加快世界芯片行业领域的革新。 这对于如今全球缺芯的现状来说, 有着极其重要的缓解作用, 这也将促进世界更多的国家突破对7纳米芯片技术的限制, 研制出更加惊奇的芯片, 从而极大满足世界对于芯片的需求。 不得不说, 台积电这次确实为世界芯片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